欢迎收看优势万区咨询新闻 我是记者Rita夏 北加州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TCML与Fremont市政府的合作 首次开办的TCML Fremont市政专班华语课程 于9月19号正式启动 这项由iFly一样主导的课程 主要是要帮助Fremont市府职员提升华语能力 更好的服务当地的亚裔社区 开客仪式上朱旧金山办事处副处长朱永昌 青山关系乔教中心主任庄雅书 以及Fremont市经理Karina Schaffer Fremont市议员绍阳黄一杰等多位重要嘉宾都到场支持 朱永昌提出 Fremont市华语人口众多 这个专班的教材是根据市府各部门的实际需求量身定做 不仅提升职员的语言技能 也能够促进与亚裔社区的互动与信任 赵老树则强调 乔委会推动的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全球已有84所 美加州有8所 这一次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让市府职员不仅学华语 还能够更深入了解台湾文化 而Fremont市经理Karina Shackford也表示 这项专为市府职员设计的创新华语课程 将大幅提升他们在工作中的语言应用能力更好的服务社区 他接受采访时表示 课程由iFrem Young的专业教师团队带领 采用乔委会来学华语教材 为期8周每周3小时的实体课程 加上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合作的线上练习 帮助学员深入学习 校长申申领表示 接下来的课程将客制化 参与课程的师傅职员也纷纷表示 随着牙医人口的增加 学习华语不仅是工作需要 也能够拉近与华语社区的距离 参加课程学员Mark Hanford接受采访时说到 我妻子是从台湾 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里聊着曼语 我开始学了曼语 孩子们在生长期 学了一段时间 他们能够继续续续续续续续 这次合作不仅巩固TCML在北加州的品牌形象 更开创了与主流政府单位合作的先例 将中文学习带入师傅职员培训体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